今天來做棋盤格子餅乾 煎製作巧克力麵團 200克的室溫黃油放入攪拌鍋中 加入100克的白糖 中速攪拌 直至黃油顏色微微變白 加入筛好的麵粉可可粉 低速攪拌 攪到這種潮濕狀態 下手抓麵 輕微整成方形 同樣方法製作白色麵團 200克室溫黃油加100克的白糖 低速攪拌 黃油顏色微微變白 加入麵粉 低速攪拌 輕微整成方形 將白色麵團輕輕按壓 擀成1厘米厚的長方形方片 巧克力麵團輕輕按壓 擀成一白色大小一樣的方片 在白色的方片上刷一層蛋液 將巧克力方片蓋到上面 輕輕的按壓 擀平使其沾合 將兩色的麵片從中間切開 在一塊表面刷一層蛋液 另一塊放在上面 擀平使其沾合 將沾合的麵片切成一公分厚的長條 在所有的長條表面刷一層蛋液 將四條顏色相反的長條落在一起 就是一個生坯條 再來仔細看一下 將四條顏色相反的長條落在一起 用烘焙紙將做好的生坯條包好 將剩餘的邊角下料也揉成一個長條 用烘焙紙包好 放入冰箱冷藏10分鐘 將冷藏過的生坯條 切成一公分厚的小塊 放入烤盤中 烤箱預熱到330華氏度 165攝氏度 將生坯放入預熱好的烤箱中 烤15-20分鐘 我們的棋盤格子餅乾可以裝盤了 我需要一大小塊 把手拐開 放入烤箱